AM730叫讀者,大家好 Hello,大家好,我是81号的Jason Lui 我来自澳门,第一次过来香港比赛 我本身是一队Bang,叫做石利弗的鼓手 同时也是一个YouTube频道叫Foolamagayo的成员 我本身喜欢打鼓,很喜欢打鼓 后来我上了唱歌,我也希望可以 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或者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日子展现给大家看 Hello,大家好,我是23号的Kim 我平时就喜欢加Bang,喜欢唱歌 我主要的弹乐也是弹Bass 最近就开始学多了弹幕吉他和唱歌 因为我觉得自弹自唱都是一个令自己舒服 和可以治愈到人的一种方法 大家好,我是98号的Aaron 本身是一位大律师,不毒舌的大狀 我喜欢去旅行,去做健身 去旅行,喜欢去一些冷门的地方 特别深刻的是伊拉克和爱彩王明 大家好,我是《全民造星》的参赛者 10号约路飞 我是被认为这个节目的可爱彩王明 是的 是的 可能我自己比较一个理性理智的人 我觉得当下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失败 那时候我有哭的 但是那时候的哭不是因为我失败了 然后觉得很不舍得这样哭 是觉得那时候辜负了身边对我支持的人 我是39号的林宝熙 我是一个运动员,也是一个演员 我是一个喜欢创新人 是的 我也很怕做一些很平凡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我的表演和我是玩刀 是一个花式自杀的行为 我其实很小的时候 我是不喜欢说话 我身边,因为我住得比较远 我和我的同学和朋友很有距离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相处 就是放学回到家或者放假 都是自己一个 那有很多 我很没有感受对生活 但是电影它带到给我自己一边很多感情 所以大过了去到20岁左右的时候 我想起以前的一些经历 就觉得其实我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那开始就选了做演员这个最直接的方法 而在最近这半年我就开始尝试多方面发展 就是想试试寫故事 我完毕了比赛的时候,我有哭的 但是我最大的感触不是因为自己输了 而是我看到导师在上面选择人的时候 很用心 而那一刻我和他不熟 但是他会让我觉得他很在意 里面的人 那样东西是我觉得 这个社会很难得很缺少的爱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忍不住哭 我到现在他也想哭 我觉得他们好像我们的再生父母那样 他都会跟我们说我们怎样表演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比较着重的是我们的心灵上面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可以用阿妈来形容阿安仔 而炮哥我觉得他人的观察力很厉害 因为一开始我是很感谢他 因为我开始是完全不起眼 另外J-Fone方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 特别是在娱乐圈一个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的地方 还可以保持到一个这么很温敏 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很可取的 我觉得Rosa在我眼中 是一个很有想法 创造力很强的一演员 的而且他对于我们在舞台上的表现 要怎样去 他是细致到一个动作 那这件事可能是我们本身 就是纯粹就是唱歌就唱歌 玩下去就玩下去 就是很少去注重这些部分 我觉得他们在我们这个舞台表演上面 是加分了很多 就是将我们的表演 又可能原先的都挺好看 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去到别人觉得很棒 如果真的要说一件事 可能会真的陈雷安仔做得更多 可以走雷我极端 就是我要平静得来 有安仔可以导致我 如果我要创造 要狂野得来 有陈雷可以在那里 如果是我的话 其实我会选择Rosa 我会选择Rosa 和朱峰做的 因为我除了喜欢唱歌之外 我都很喜欢去演戏 然后Rosa 她是一个演戏的 一个很出色的演员 我自己都本身会听朱峰的歌 而且我自己都很喜欢唱 一些有假音的歌 然后朱峰也是很喜欢 他的歌都会有很多这些真假音转换 而且我也希望在他身上学到唱歌的技巧 因为我本身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什么自信心 除了我打鼓之外 也有唱一些歌 开始慢慢地 大家觉得 其实唱歌都可以 为什么你经常觉得自己不碰 我慢慢慢慢地 就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心 我很开心的就是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情 得到别人的认同 但是网民的批评比较入心一点 可能是关于自己性格的 就是觉得我比较挖 可能在镜头面前很无礼貌 好变 什么都要辩论 什么都撑到底 变相就是个人 好像很官方很假 和不输得 那我想给一些时间 但观众再看节目下去 可能会发掘到 多一些律师理性 这个面向意外的东西 以来就是 没有人说两个样子 就代表他们的才能 那样东西 就要exactly 一样有个比较性 但是我也有一套好的就是 当有些人觉得 我刺眼一点的时候 会觉得我的样子有点钟毅感 你会不会都有搞笑的可能 做钟毅 其实我觉得可以 both继续明显 好像许亭坑那样 如果没得both 如果没得both 我就看看both屈钱多些 是的 我也是 实际的 是实际的 其实我自己没有很刻意 去特意去改变自己 但是我会觉得 看到你的东西 始终都会看到 还有 我会把我自己 所拥有的东西 放大 那时候阿肯 Round 1的时候 我经常都说 你的眼睛抹大一点 他经常都这样 他经常说 他经常说 你看看 你看看 但他的眼睛也是这样 其实他抹大了 但现在看到他之后 就会发现 不同了 即是 即是 大阪的 自信了很多 在路飞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有次跳舞 都是跟他做的 那时候 然后我们就 零交流 不是零交流 即是有一交流 即是 我本来看他 都以为是那些 很小朋友 即是你看看他的 外形 都觉得 应该都不是想法 很成熟 但是 其实 聊下去才知道 他都会 去分析很多事 大家 下意识上 觉得他很内敬 很深怀自己 刚才说 我不会做别人 要我做的 我只是专注自己的强行方 但是 这些是骨子里面的自信 来的 我觉得 Aaron 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即是大家可能 经常觉得他 大壮 那样 说话又 又斯斯文文 那样 经常在那里拼嘴 但其实 我猜不到 他一个人 是会自己 走去一些很偏远的地方 去旅行 你像是那种 会带着人一起玩 那些 是啊 就是 你说唱歌跳舞 我就绝对 不要提了 那些 那些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 直三万 是会第一个人 问今晚有谁去的 那些 是啊 大家有没有试过许愿呢 可能我们一般人去许愿的时候 会用个 想字 那我这个许愿的训练 我是用一个肯定的字句 我会什么 我要做一个独当一变的艺人 当然要各个方面都完善自己的实力 我想自己是有一个独特性 为什么人家这么多人要选择你 我当时说我要成为一个有inner peace的人 就是内在平安 因为我觉得香港有太多的事情令到人心情不好 很纷乱 很迷茫 如果我自己成为一个 我内在平安 我所有的 满足感 是不需要从外在来的 我自己可以满足到自己的 不是和尚 我要成为一个 有温柔的力量去治愈人的人 因为虽然我的 唱歌跳舞剧 未必是一个很好的 技术水平很高的表演 但是我很希望 每个表演的内容 可以感染到身边的人 例如说我在99强的表演 我是拿过小丑鼻 其实小丑鼻是一个人类最小的面具 穿着脆弱 我想透过这个表演 告诉观众 或者一些特别是 他情绪很起伏的人 就是 将脆弱的一面给人看 本来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而It's okay to be not alright 我记得我当时 我写了一句 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艺术 其实到现在 都是想向这个方面的发展 都没有改变了 我会希望唱歌上的技巧 学好一些 然后去试试不同的事件 去演戏 或者去做主持 去真的 不是说成为全面的人 是真的去踏出这一步成为全面的人 希望自己可以 希望自己可以 我想说我要用心脚 然后 我要认识多些志同作为朋友 是 是 我来到这里 我之前有说 我来到这里 好像一个 一个 一个游戏 好像玩了一个 夏天游戏 是 夏天游戏 我觉得很开心 整件事 还有我们出了那个 中学畜业的 是 我觉得整件事很感动 我要将来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譬如我自己的事业 令到我有这个经济条件 我的健康 令到我有这个身体条件 我身边的人支持我去做我做的事 因为我会形容自己一个探险家 我喜欢探索所有东西 也都 社会令到人在这个地方生活 就是 很多很多制肘 那我希望我可以 不被这个社会束缚 可以做到 活出自己的人生 你们两个一起去旅行 是 其实不如 SELL 公司做个旅行节目给我们 搭店 不是 然后加上阿Dee 和周果然 然后四个一起去旅行 OK 是不是好像有些叫明 可以 D的做法 D的做法 是不是 希望有机会 是不是我突然爆了这四个 这样的组织 有 真的 就是做 D的做法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